Hello everybody,很高兴跟大家又见面了 今天我们继续干正事,继续分享英语中的高频考点 Let's go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位大神就是use 很多学生说use有什么分享的,这么简单 就是使用的意思吗 但是各位你们不知道 就这个小小的use导致很多学生翻译上的困惑 为什么呢 我们use这个词它的重点考点就是考它的词组 就是三个词组 但是三个里面有两个跟use没有任何亲戚关系 所以就导致很多学生翻译困惑 下面我们分享一下 第一个词组是use to do something 表示过去常常做模式 你看看跟use有什么关系呢 比如说I use to get up at 6 o'clock 我以前经常6点钟起床 我现在变懒了8点还起不来 这第一个词组 第二个词组是be used to do something 表示被用来做模式 这个是不是跟use有亲戚关系 其实它就是个被动语态 你比如说 be是用来写字的 the pen is used to write something 这是第二个有亲戚关系 第三个又打回原形了 be used to doing something 表示习惯于做模式 你看看又没关系了 所以导致很多学生不会翻译 或者是对这个use这个词组不认识 就翻译不出来了 跟使用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习惯于吃的多 所以变成这么胖 I used to eating too much food so I'm very fat 你学会了吗 课下我们有其他的用语问题 欢迎评论区留言 点赞加关注 英语不迷路